我也表态特别支持市长的九二共识 新科议员上任赖文德首次质询 先是回应目前最火热的话题 但话锋一转针对2010年县市革并之后 乡镇结余款遭市府收回脚库 质询是否愿意归还给原住民族地区 现在原乡已经恢复 法人的一个自治的行政机关 是不是可以归还给原乡的旗工手 现在目前我们会签给市长 我们在109年会分三年 把这个茂林区的1482万 那个乡镇结余款会拨还 桃园区的是596万 也会分三年来拨还 不到千分之0.3要分三年 这样说得过去吗 那个我们在109年编列预算一次还 一次还清 跟来源特别包括 另外针对原住民族地区 议员唐惠美表示 茂林有国家风景区 生态产业丰富 有世界文明的子班碟 而且当地还有原名人文特色 值得成为高雄市的后花园 但过去缺乏建设觉得可惜 那这个子班碟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墨西哥 一个是台湾 台湾就叫我们茂林 我们明明有那么好的一个资产 明明可以成为高雄市的后花园 为什么连一个希望我们再造的一个温泉池 做了一个温泉池放去之后 就再也没有做任何任何的景点再造 那我的想法是 一定要把原住民 所有可以挖掘出来的元素 把它倒出来 跟我们市中心来结合 或者跟海外结合 如果窝在山里面 太可惜 太可惜 再来人如果能进得去的话 所以我为什么要说办夏令营跟东令营 面对议员咨询 市长答复 市府团队会积极振兴 原住民族地区产业 未来鼓励原住民族地区 办理东夏令营 让人进得去 促进当地发展 至于具体作为 何时实施 还有待规划 原市新闻 Moulas Takiu 高雄市场报道